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 8月31日,江书颖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组素颜照片配文做个剪法 坦诚相见的一天为自己庆生 照片中,素颜的江书颖皮肤水嫩白皙,状态丝毫不像是35岁 而身为明星的她经常高强度的工作也并没有使得她的状态有任何疲态 像极了青春气息溢出屏幕的少女 不过江书颖的眉毛却引起了大众的注意 更有网友调侃她的眉毛稀疏 不过江书颖的评论区里并没有对她的眉毛做出吐槽 反而是祝福和夸赞占据了她的评论区 纷纷表示老婆素颜真美生日快乐 性格大放可爱的江书颖在圈内有不少的好友 尤其是今天生日时,她在圈内的好友古丽娜 扎特意换上了粉丝姻缘的头像为她庆生 还未启发长文,直言第一次见面就被她的美貌所吸引 并在文中透露了自己和江书颖关系亲密 还在评论直言她是仙女 二人友情可谓是令众人羡慕 江书颖有过一段刻苦铭心的爱情 男方是著名演员胡歌 两人同是上戏的学生 在演艺圈内也都有着优秀的作品 可谓是金童玉女 据悉是因合作劝风11人而结缘 此后胡歌主动公开了恋情 不过就在恋情公开后的八个月 两人便以分手感情告终 有消息透露江书颖曾在节目中表示自己是被分手 不过未被胡歌方回复 但此后两人都再没传出过新恋情 如今的江书颖状态越来越好 也希望她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